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加码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持续拱火俄乌冲突 当地时间1月31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会见到访的埃及外交部长 舒凯里士表示 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会阻碍和平的实现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北约长期以来 一直在参与对抗俄罗斯的混合战争 俄罗斯准备好听取一切 关于缓和目前俄乌局势的建议 但西方国家正在为其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做辩护 这并不能实现和平 俄方正在采取必要措施 以防止有人试图把乌克兰 变成对俄罗斯安全的更严重威胁 此外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 法尔汉·哈克 当地时间1月31号 在接受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希望各方做出实际行动 停止俄乌冲突 我们的关系是 我们的关系是 我们要继续断续断 我们要继续断续断 所以我们要继续断 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做 来帮助战争 但